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任俊老師 歡迎收看金流戰法 今天價錢股價指數 還是下跌了93點 重點是成交量的部分 縮減到了1771億元 這已經是這兩年以來的 一個新低量的一個水位 當然很多過去的市場專家 都認為說低量技術必有低價 那我認為你的低量 是如果在一個下跌的階段 那代表說賣壓其實也差不多了 那只要買盤回流的時候 其實充滿穩定的情況下 你輕輕一拉 它就很容易出現 我剛剛講的 我之前跟大家說的 所謂的逆轉訊號 所以我認為未來這兩天 是非常有機會出現的 比如說200點的下影線 或者是一根爆量 藏紅的一個K棒出來 再加上說我們從今天的 股市金流圖來看 你可以發現到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今天多方的量能資金 大概是32%左右 那空方的量能資金 大概22%左右 所以雖然是一個下跌的格局 可是我的多方量能 其實比空方還要來得更強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呢 在目前啊 多方量能的資金 跑到了所謂的貴買半導體 跟市場半導體的部分 也就是說我之前跟大家談的 像正規軍他要回頭 來去做領軍的一個動作 這個態勢已經慢慢在形成當中 所以這個貴買半導體 跟市場半導體裡面 我們就要去觀察 哪一些股票在動 哪一些股票現在開始有資金在買 有人再去做布局的動作 比如像說3529的立望好了 其實你從他的日線圖來看 他已經出現了連四紅對不對 那這是貴買市場裡面 高單價的一檔半導體的公司 那包括了3661這是今天跳出來的 四星的部分 其實他也開始有資金在 也是出現連四紅的部分 那5274的信華這個也是喔 開始破底之後呢 出現了連四紅的一個反彈 開始出現一個反彈的格局 那包括3443的創意 他也開始出現一個 回到月線的這個 拉回到月線的這個反彈的格局 那我跟大家講這些股票 其實他們都是在哪裡出現的 都是在所謂的金流圖裡面告訴我的 包括貴買半導體指數 包括市場半導體的部分 這個都是目前整個市場上面 買盤比較強勁的一些標的 有資金在偷偷進場做布局 那我們再把它歸納出來 你會發現到說 其實這些個股它有一些特色 它特色在哪裡 第一個他們都是半導體 都是半導體相關的族群 第二個呢 他們都很貴 你說實在的啊 像立望呢 3529的立望 好啦就算他腰斬下來有沒有 他現在一張也是要一百三十幾萬喔 他一張也是要一百三十多萬啊 包括最便宜的3443的創意好了 他一張也要四十幾萬啊 432塊啊 所以你會去買這些股票的人 基本上他不是一般的普通人 他不是所謂市場上的散戶啊 他會去做布局的方向 那會去買的 不用說了嘛 一定是一些大戶 中石戶 他們才會去買這樣子的標的 那他們去買這些股票 那也預告了一件事情 這些市場上面 過去所流失的中石戶大戶 他們趁著融資斷頭的時候 趁著國際之間利空頻傳的時候 已經悄悄的回頭了 已經慢慢的開始在回流 那那回流的時候呢 第一個去布局的 就是所謂的高單價的半導體族群 那這些高單價的半導體族群 一旦呢 慢慢的形成主流之後 就會帶動很多其他相關的個股 開始往上去做飄測 所以呢不只是台灣喔 那包括費城半導體 我早上的時候跟大家講過嘛 其實費半指數這一波 是整個美國股市當中下跌最嚴重的 它的跌幅是最大的 那因為過去它還是漲最多啦 所以跌的最多 那也只是修正而已啦 它也只是修正而已 但是它在回測 重點是它要跌到什麼時候要止跌 這個就是關鍵 因為當費城半導體 它是最弱勢的一個指數 那我最弱勢的指數 開始止跌之後 我其他比較強的指數 它自然會往上去做代升 因為我最差的情況 它都已經不再弱勢了 我最差的一家公司 我最差的這個指數呢 它都已經不再轉落了 那就代表所有的利空 它已經來到一個盡頭了 所以我們看到費半指數呢 最近行情在回檔的時候 你現在看到道瓊在跌 納斯達克再跌 可是費半指數呢 它已經形成一個底部的 一個形態出來 已經出現了連續四天不破了 不破底的一個狀況 那重點也是在於說 我現在的月線有沒有 我現在呢 原本的月線乖離是高達9% 但是我慢慢的收斂收斂收斂 現在的月線乖離只剩2%多了 它只剩2%多 那我的月線乖離收斂到一個程度 我只要出現一根爆量長紅棒 就這麼一根爆量長紅棒就好了 那我就 我的指數呢就會突破月線 那我突破月線 接下來呢扣底值有沒有 它要扣底低值對不對 那我扣底值 如果扣底低值的話 我的月線就有機會 轉回翻陽向上 那我一旦呢 月線開始轉回翻陽向上的時候 費半指數它就會由空方 轉為一個多方的格局了 所以我相信已經有人先知道了 他們先知道之後 才會去買所謂的高價的 比如像說IC設計類股 像力旺的部分 像世新的部分 為什麼最近有人在買 他們也是看到了費半 有可能會出現 所謂的逆轉的一個訊號出現 所以我認為半導體呢 它如果再度成為市場上的主流 那對於台股來講 絕對是一件好事情 它絕對是一件好事情 而且呢它會推升台股往上衝 從由半導體領軍 開始呢一檔接著一檔 一個族群接著一個族群 開始輪動的去做一個攻擊 那當然我剛剛跟大家談的 比如像說力旺四星這些股票 它是屬於高價 單價比較高 如果你資金夠的話 你去買這個 我認為相對來講 籌碼是比較安定的 可是呢我喜歡的是從低價的股票 去找到未來會成為高價的股票 這個才是我洪老師最有興趣的東西 所以同樣都是半導體的族群 大家或許會去觀察所謂的IC設計 所謂的晶圓代工 可是呢我認為有一個比IC設計成長率更強的 有一個比晶圓代工成長率更高的 那就是在所謂的半導體材料 因為台灣的半導體材料 經由台積電的培訓之後 已經慢慢的展露在世界上面了 已經有非常非常多家的 國際級的大企業都來台灣 要去找台灣的半導體材料公司來去合作 那不只是所謂的化學原料喔 也不只是所謂的矽晶圓喔 包括設備甚至一些耗材的部分 其實我們台灣的這個整個這個 這個供應鏈已經越來越完整了 所以我認為化學材料 甚至呢有一些半導體材料的部分 這個才是未來最有爆發力 甚至最有前景的一塊市場 所以包括我們之前在做三幅化的時候 我也跟大家談說像這個半導體容計回收 大家不曉得它是做什麼的 可是呢你從量占比的角度 你可以發現到說量占比1500跳升到300 那這種跳升1200名的幅度 這種幅度這麼大 那背後呢一定有它的故事 那我當時在買的時候67嘛 67.4元買對不對 然後呢包括了83.1元 我們還去做加碼佈局的動作 一樣照買 那你等到101塊錢的時候 來到亮燈漲停板 當時創下歷史新高 是不是從低價做到高價了 這種股票才好做啊 這種股票你的爆發性很強 你未來的空間才會大 它才會大嘛 所以呢從這一波的漲勢來看 去年67.4元買83.1元再加碼 後面來到了187.5元喔 這樣子漲幅多少漲幅178個percent 你現在的100萬在裡面 你放到現在是278萬 賺了178%呢 178個percent喔 那我為什麼一直跟大家提這一檔股票 因為它的走勢還沒有結束嘛 當你看到的力旺在上漲 當你看到的四星在漲 當你看到的信華在漲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把目光放在IC設計 但我的目光呢 我是放在所謂的半導體材料 因為你把他們的走勢圖一打下去 你一比對起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三幅化最近雖然有跌有沒有 我之前跟大家講過它會做回測 可是它在下跌的過程 信華跌了多少 力旺跌了五成喔 信華也跌了將近快五成喔 可是三幅化呢 它還在月線附近耶 那這種還在月線附近的股票 你只要一根長紅棒 蹦上去它會發生什麼事情 它的月線就要轉為上揚了 那我一旦均線轉為上揚 那我未來整體的格局就出現改變了嘛 那我們再把它拿來做比對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說 這一波行情下跌它還是一樣啊 它是逆勢強於大盤的股票 因為大盤現在在 已經來到年限之下了 可是它呢 其實距離月線還非常非常的近啊 那你從整個金流的角度來看 哇這個叫做量縮回檔嘛 我原本這一邊大量的資金在嘛 把它的量佔比 從原本的300推升到前9 那這一邊他去買的人 他在這一段回檔的過程當中 他也沒有捨棄啊 他並沒有離開啊 那他沒有離開的情況下 一旦呢 我的廢半指數開始漲了 我的台積電開始往上攻了 我的力旺 甚至呢 這些四星他們都開始動了 那我相信他也不會寂寞 他絕對不會寂寞的 所以類似這樣的標的 我們要懂得下去把握啊 下跌並沒有關係啊 好的股票強勢股 拉回正在買方來去做佈局嘛 那你之前錯過67.4元 錯過83.1元 甚至你錯過130塊150塊的 我覺得都沒有關係耶 那你錯過就錯過了嘛 重點是如果他還有空間的話 而且他的空間還不小的情況下 何不趁著回檔的時候來去做佈局 當然我知道你會怕 真的你看到這種股票 哇大盤跌升這樣他居然還撐在這邊 你一定不敢買 你會想要去買跌升的 可是我們也要換個角度去思考嘛 那很多的股票都跌得七分八數了 三成五成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為什麼這檔股票呢 他可以距離歷史新高那麼近 那他背後到底藏著什麼樣的故事 這個故事會強到就是說 原本讓量占比從300推升到前9的這一些人 他捨不得離開 這才是我們要去思考的嘛 所以呢量比價先行的道理啊 那居然這種股票資金沒有走 籌碼相對穩定 這麼安定的情況下 那你要懂得買點 你要知道什麼時機點 是最好佈局的機會 強勢股拉回 站站買方來去做切入 時間的關係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分析 成東斗部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做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代盡一定代出 精選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代盡一定代出 成東斗部擁有股票 期貨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無往福利 成東斗部值得托付 0R2752 5%6% 2752 5%6% 大家好 歡迎回到金流站法的節目現場 那剛剛跟大家談 現在這個行情來到這個位階 然後呢 加強量縮來到一個極致 一旦費城半導體出現一根爆量長紅棒 開始往上拉的時候 台股會被費半所帶動 所以呢 未來的美國股市的觀察 不要只看道琼 也不要只看納斯達克 其實費半對台灣的影響性 才是最大的 那個心理上面的影響性 才是最強的 那費半如果會往上攻 那半導體不用講了 他當然會是市場的主流方向 但是大家如果都把目光 放在所謂的IC設計 所謂的這種晶圓代工的話 那你真的會錯失掉一個 最好的一個機會 叫做材料的部分 半導體材料 所以呢化學原料 像三幅化呢 我們之前在第一檔下去做佈局 我也認為這檔股票它還沒有結束 量占比從300跳升到9 那居然主力大戶 他並沒有離開嘛 因為這一段時間 根本就沒什麼賣壓 那線型盤跌的末端 一旦呢機會來的時候 一旦他做結束的話 他會快速的去拉過起跌點喔 那起跌點一旦突破 他上檔呢 就完全沒有壓力了 那這種股票要漲到哪邊去啊 說實在的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了 所以我覺得能夠佈局的時間 會越來越少 能夠買的機會會越來越少喔 那包括了這檔股票也是一樣喔 這檔4XX0 這檔標題 三幅化呢 它漲上來了 剩衣漲上來了 那半導體化學裡面 它需要非常非常強大的運輸能力 因為這種運輸 它不是一般的那種油罐車就能夠載啊 它需要很特殊很特殊的材質 你才能夠不讓你的化學原料 跟所謂的這些載運的東西 做一個腐蝕的一個動作 所以能夠做這個的 全世界也都是少數 那很高興台灣有一家啦 那他也是三幅化的客戶 那也是台積電 甚至也是intel的客戶啊 那我認為他的股價來說 真的太便宜了 以他現在市場上面給他的 這種估值來講真的太低太低了 那當然投信呢最近也不會去大盤的回檔 開始一路的大買超喔 那這些買超喔 一旦化喔 一旦大家開始發現到 它背後的故事的時候 我相信啊 這個股價呢 未來要往上衝 也指日可待啦 所以呢整個半導體的部分 我是認為材料 遠比所謂的IC設計 遠比所謂的晶圓代工 還要來得更強 還要來得更猛 因為那一塊市場是以前沒有的 但是未來呢 它會非常多 因為台積電要擴廠嘛 台積電擴廠 你一擴出來的廠 那你當然需要更多的原物料啊 你當然需要更多的化學材料啊 這都是無庸置疑的嘛 這叫做很基本很簡單的邏輯啊 所以化學原料 以前大家不受重視 那未來咧 等到大家都知道的時候 哦原來這些特用化學筆這麼賺錢 原來這些股票獲利這麼的強 那利多實現它就到終點了 到目前為止它還沒有實現嘛 所以它還沒有實現 有夢可以做啦 有夢最美嘛 所以呢有一些標的啊 或許你們不了解 但是當你是一個專業人士 當你知道說原來這些族群 它有這麼大的利多在背後的時候 你自然知道這些標的你要怎麼去操作它 所以操作股票是一件很專業的事情啊 它是一件非常需要有技巧性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包括我們從金流的角度來看 我之前跟大家聊過嘛 你從4月22號來看哦 資金的流向其實它已經出現一個改變對不對 賣壓最重的是所謂的半導體 可是呢買盤最強的叫做電器電燃跟鋼鐵的部分 那有一些網通族群呢也開始有資金 大量的資金開始去做布局小量啦 因為後面變大量到4月28號的時候 貴買通信網路也越來越強了 那這背後到底藏著什麼樣的故事 那我之前跟大家談過嘛 上禮拜我跟大家聊 現在有很多的國家 尤其是美國跟中國 他們開始呢要去刺激經濟發展 要為未來的連任鋪路 所以呢他們在做這些經濟發展的時候 不外乎就是鐵路公路 再加上網路嘛 就這三條路而已啊 所以呢習近平他現在呢 也積極的要去發展中國經濟啊 他說中國經濟前一陣子 被他每天封城封到爛掉啦 那可是他秋天要幹嘛 他也要選舉耶 他要開二十大耶 如果說他這個二十大開不成 他的習皇帝的位置就不保了 那這是關係到命的問題喔 所以現在呢中國他要提倡有沒有 重新再提基礎建設計畫 要來促進經濟發展 所以呢習近平他還 他要親自來去讀軍喔 他要親自下去讀軍 疫情的時候我只看他躲起來 沒有看到他下去督軍啊 但是這次對他而言太重要了 因為經濟被他搞爛之後 他一定要想辦法讓他重振起來 那他要重振呢 當然鐵路公路是最好投資的嘛 還有呢就是網路啊 所以最近開始有一些資金 開始往網路的方向去跑了 有一些網通族群 那網通族群為什麼會搶 因為他有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比如像說以前的Wi-Fi 以前的行動網路是行動網路 但是現在呢有一種機器叫做CPE 這個CPE呢 未來會擴建在很多很多的公共空間 包括了車站 包括了所謂的這個咖啡廳裡面 那CPE為什麼重要 因為以前的那種Wi-Fi啊 他需要接線 就是說你的訊號進來 我還要接一個一條後面 要一條網路線 我才有辦法傳輸出去對不對 但是呢 現在這個CPE不需要 你可以直接用這一台機器有沒有 他可以直接連接5G的基地台 然後直接把它轉成Wi-Fi 那你的Wi-Fi就可以分享啊 你可以分享給誰 分享給手機 分享給電腦 分享給電視 甚至電冰箱洗衣機都可以啊 那這種Wi-Fi分享的時候呢 他會直接把這個訊號轉成5G的訊號 然後呢就直接由基地台來去做傳送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再去用什麼Wi-Fi的傳輸盒 後面還要接一大堆線啊 只要一台機器就夠了 所以現在呢這台機器 在歐美啊熱銷啊大熱賣啊 拜登他為了要推廣鄉村網路 他也是用這樣子的模式去做啊 那台灣廠商當然接到很多的訂單啊 去年就接很多了 因為光網通喔 網通的訂單 拜登就砸了680億美金 那砸下去之後呢 當然啊 他也要出貨嘛 可是他要出貨發現缺什麼 缺晶片 晶片超缺 因為網通的晶片用的都是成熟製程 所以晶片缺貨導致他很多的貨卡住出不了 他的卡住歸卡住啊 不代表這些東西不見了嘛 那他卡住呢 那今年開始慢慢的呢 晶片拿到了 有一些網通晶片都已經出貨了嘛 那他出貨之後 今年的營收獲利就會開始出現成長啊 所以有一些股票開始有人偷買啊 比如像說這個股票 我講實在的我都沒遮你 都不知道他是叫什麼的 那宇治啊 我當時跟大家講 六四七年的宇治 我跟大家講宇治的時候 你看這什麼股票啊 量這麼少 而且呢 做什麼都不了解對不對 可是我們知道嘛 網通族群當作 這就是做CPE的大廠嘛 可是重點是 金流比他高說我六百跳升到四十啊 當我從六百跳升到四十 這跟大量藏活猛出來耶 預告一件事情 這支股票有人在討買啊 以前很默默無聞的學生 開始有大量的資金在買 這個是什麼 背後有故事嘛 所以我說強勢股拉回 要站在買方來去做切入 你的買點是對的 後面來到亮燈漲停吧有沒有 創新高啦 到四月二十九號的時候 就告訴你 哇亮燈漲停啊 但是亮燈漲停 你也不是去做追價 我一直強調啊 你要買在低點 不是去追在高檔 所以呢六四七年的宇治有沒有 哇今天如果你去追高的話 漲停板很開心嘛 你去追高的話 你很容易被洗掉喔 我認為他還有空間 可是短線上面漲太多了 他一定要去做一個回測 所以他需要一些整理的時間 那除了宇治以外呢 他開始有資金在買 有人在做進場佈局對不對 那根本不用講啦 像3558的省準啊 最近大盤在跌 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也是其中一個網路喔 網路設備概念股之一喔 他也是相關的網通題材喔 所以呢包括了智邦 最近也開始有資金在買 有人在做進場佈局 金流比從300 跳升到前70喔 這已經很久了 打底將近快兩年的時間 一直都無人聞問耶 大家都已經忘記 智邦是做什麼的 可是資金沒有忘記啊 現在錢開始在回流 開始在買 300跳升到70 那未來他會成為全台股 前70大的熱門股 所以網通有了龍頭去帶啊 網通開始有了資金 開始去大量去做佈局啊 所以呢 未來你要觀察的 包括智翼啊 量佔比從400跳升到40 甚至中壘的部分呢 量佔比從750跳升到70 這些股票呢 都是逆勢強於大盤 而且呢 資金都開始去做轉入 所以我認為台股啊 你未來的主流方向 除了我剛剛講的半導體材料 包括車用 包括所謂的網通族群 其實跟基礎建設有關係的 也慢慢的有一些 機會點出來了 那你在悲觀的時候 有可能就會把這些機會點 給錯失掉了 所以我說 未來這兩天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只要台股呢 前低不要再做跌破 非常有機會出現一根 爆量長紅棒出來 所以趁著這兩天震盪的時刻 跟著我們的腳步 一起來做布局 感謝大家記得收看 一組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